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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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介紹我們的講師 如果我介紹他是公司負責 大家說老闆跟我們很有距離 所以我不講那個頭銜 我講的是他是新給氏拼任的培訓AI的講師 這樣跟大家來講的話 其實會距離感覆比較輕 沒有說那個公司老闆的工具 因為他是培訓 新北市並起來培訓AI的 訓練的講師 那你們知道 許軒 我的叫老師 許軒老師 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許軒老師 他來跟我們講究竟 AI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如何能夠 也以老師的經驗帶新北市的經驗 然後來告訴我們我們如何去培育 但一部分是我們自己 可能是跟你們學生 然後怎樣去認識 然後了解甚至能夠 加入上次的人才培育 好 謝謝老師 各位先進各位老師 大家下午好 好 我知道這個時間是個非常容易昏昏雨睡的時間 也是在座各位老師 如果我在學校教課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有挑戰的時間 對那沒關係 因為今天呢 我不會講太多深奧的東西 但是會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故事 包含我在教學上的故事 然後我可能小時候學習的故事 或是說我們在產業界看到的一些故事 好 剛剛那個老師有簡單幫我做個自我介紹 好 那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那個AI教學江湖人稱 AI韓國語 對那為什麼叫AI韓國語 因為剛好沒有頭髮 對這個時代韓國語很夯 所以沒有頭髮都會被叫韓國語 對那我喜歡同學叫我包伯老師就可以了 對那我會踏入AI 大家可能在座會覺得說 AI會不會離我有一點遙遠 又或者說如果我不是做AI的人 會不會我很難親近 所以呢我在後面正式的分享之前呢 我簡單敘述一下我的經歷 好其實我大學是念氣管系畢業的 對 你會說氣管系畢業 那為什麼一個氣管系畢業的 你現在跟我講AI 那你真的會coding嗎 對我會coding 我coding是小學五年級開始coding的 在那個front page2000的時代 對應該可能有一些人有經歷過那個年代 就是說沒有像現在網路有那麼多 發達製作網站的工具 你必須要真的一行一行程式馬刻 然後刻出一個東西來 那那個時候剛好是台灣網路新生的年代 然後小學的時候看 哇別人有個自己的網站耶 就覺得很酷 所以那個時候也不像現在有YouTube 有網路很多學習的平台 於是呢就在開始在一個茫然無知 但是我就是想要擁有自己網頁的狀況下 開始自學 從網路上爬取資料 然後學習當駭客等等的 而摸索出自己做網頁的一套方式 那這樣的歷程其實也 整個很大幅的影響在我後面的教學 怎麼引發學生的動機 找到有效的方法等等 那這邊我先賣個關子 後面再跟大家來做分享 好 印巴克剛在談素養教育 那素養教育其實就是要幫助孩子 他不只擁有一個技能 而是他在技能之上 他還能夠把它活用在生活當中 那我小時候剛好就是一個比較叛逆的孩子 怎麼個叛逆法呢 剛剛有講到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寫程式嘛 好可是我寫了寫 那個時候我那個不小心功課就落掉 我讀了不好 然後那個時候我媽就跟我說 如果你無法考進前五名 我就決定都不給你用電腦 那時候小學五年級剛好在叛逆的時候 我就想好啊 不用就不用 我就癱瘓我們家的網路 讓全家人都不要用 可是癱瘓網路真的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嗎 其實對一個小朋友沒有真正學過來說 根本不可能 我頂多只知道把線拔掉 可是把線拔掉 爸爸媽媽一定知道 然後那時候想到一個方法 欸 我爸爸每次上網要看股票的時候都怎樣 打開瀏覽器 那個時候他在IE 打開瀏覽器 那我就想 那我就做一個假的入口網站 讓他看到404 他就以為他的網路癱瘓了 對 那時候決定做這一件事情 然後呢 結果做了一做之後發現 欸 我爸媽不當我了 但是我也跟他們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 我對我的成績我會自己負責 我是熱愛學習的 只是我可能不太喜歡考試 但你們不用擔心 我就自己負責 我失敗 我負責 我成功 我負責 但是你們協助我這樣 所以就在這樣歷程當中 也很幸運的我父母 讓我持續的 能夠去 在課餘時間 花很多時間去探索網頁 然後並且做出了自己的網站 那剛好到了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已經不只是在技能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事 喔原來我以前 真的很想要做出一個東西 並且應用在生活當中 這樣的一個態度 卻成為了我後來人生發展當中 非常重要的歷程 好 所以等一下我在分享 當初跟各位提到這些東西 好 那今天我們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來一點微科普 好 微科普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我們快速的調查一下 答案只有二選一 沒有別的 然後請大家都要舉手 首先第一個問題 你覺得你要跟阿發購比辯論 你會贏的 或阿發購會贏 你會贏的請舉手 辯論 辯論 大家不要害怕勇敢的舉手 好 五位 好 六位 你覺得阿發購會贏的請舉手 哇 蠻多的 大概是六成左右 謝謝大家 第二個問題應該比較簡單一點 你跟阿發購比來算國中的數學題目 可能舉例來說連立方程式的題目 或什麼解決對值的題目 你覺得你會贏的請舉手 沒人敢舉手 好 那你覺得阿發購會贏的請舉手 好 謝謝大家 告訴各位一件事 這兩個問題全部都是人類會贏 喂 老師你在跟我開玩笑 阿發購這麼厲害 下圍棋打破世界職業九段的頂尖洗手 怎麼可能他會贏 好 這先跟大家破解一個秘心 也是我們在 有時候服務企業老闆的時候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哇 阿發購很厲害 他很會下圍棋 打敗世界冠軍 很聰明 所以他什麼事都很厲害 對 但事實不是這樣 阿發購就只是很會下圍棋 他除了下圍棋之外的其他事情都不會 所以不要說比國中數學 可能連比小學的數學 他都不會解 因為他沒有被教導 怎麼樣去認識數學的題目 解決數學的題目 更何況 我們如果還要更進階的去講 辯論這一件事情 所以先破解大家一個迷思 也是給各位一個希望 就不要覺得AI一定就是取代人類 我們什麼都不行 沒有這回事 對他只是很會下圍棋 好 那所以呢我們既然要開始認識AI 我們常常說AI就像人的大腦一樣 那我們要來比較阿 AI腦跟人腦有什麼關係呢 在開始講之前我先講一個故事 其實AI在50年前就已經有了 但是卻在近10年當中在全世界快速的突破 特別在過去的兩年台灣開始這一波浪潮起來 這個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過去空白的40年難道是空白嗎 好我們時間就回顧到10年前 那個時候有一個華一的這個教授 非常有名叫李菲菲博士 他在看他家3歲的小朋友在那邊爬爬爬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很好奇 奇怪 為什麼我家的小朋友 比我電腦的 比我實驗室的電腦還會認得 各種不同的東西 認得貓 認得狗 認得人的臉 他覺得很奇怪 我的電腦砸那麼多錢那麼多的算力 然後我這個3歲小孩 我好像也沒有多教育他些什麼東西 為什麼他懂 好 所以呢這個時候 我們要說誰懂誰不懂 一定要數據嘛 所以到底數據相比 人類那個時候在辨識物體的時候 準確度是95% 也就是20體只會錯一體 但是電腦呢每4體就會錯一體 準確率只有75% 他那個時候就在想一件事 他家3歲的小孩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他就開始研究開始研究 他就想起他家的小孩從出生的時候 開始眼睛就一路接收各樣的資訊 持續接收接收接收 到他3歲的時候 如果每一秒鐘都有 好幾十張照片的話 其實他這個時候已經好幾N億 或甚至上照的照片 已經存在他的生活當中了 所以說他發現一件事 我是不是沒有給電腦足夠的數據量 來讓他去學習 所以他不懂 所以他就開始回頭 就在想他教育孩子的方式 孩子他一定要看很多的東西 看很多的東西 這個叫做見識 人要有見識 但有見識還不夠 你要有足夠的腦力 這個腦力能夠讓你去做思考 思考這個是幹嘛 這是什麼東西 變成腦力幫助你記憶 最後你還有一個好的這個思維的模式 或思考的方法 讓我們能夠去做解讀判斷分析 有邏輯的思考 好他就明白了這一件事 於是呢 在未來十年AI的發展 剛好就是在解決這三件事 見識那個時候說 資料嘛 以前那個十年前還沒有什麼大數據的年代 所以李飛飛博士要做了一件事 他決定收集全世界上萬種的圖片 總共兩千多萬張 拿過去餵給電腦 告訴你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好他有了資料 接下來硬體 以前的硬體都弱弱的 那個CPU不知道還在一核心的年代 後來呢 人們開始發現 我打電競的那個GPU 能夠用電競寫手 看起來那個視覺動畫很棒的那個GPU 我把它拿來做人工智慧的運算 好運算完還不夠 不過我們的算法 以前的算法我們常常喜歡圖法煉鋼 用人過去所理解的演算法 後來我們決定做一件事 叫做我能不能模仿人的腦部的神經 用人腦部神經思考的方式教導AI去做 所以呢在近十年間 因為資料硬體算法的突破 所以在這一大堆突破的狀況下 要在最近的十年其實 電腦視覺已經大幅的超越人類 他像那個我們在一些大廠 導入一些像瑕疵檢測的這種視覺 基本上都是要99.n%起跳的這種準確度 是遠大於人類的 好所以 其實我這邊想先分享一件事情 AI的啟發是從人先啟發開始的 我們觀察人性是很奇妙的動物 我們觀察人怎麼學習怎麼思考 怎麼做事情 於是我開始移植到 我想要讓AI也做像人一樣的事情 所以很多的點子 對AI的這些科學家來說 他們是這樣發展出來的 那發展出來之後呢 接下來就開始我們要進入到 整個產業界的部分 為什麼要先談產業界 因為其實我們所交易出來的人才 未來就會進到產業界 所以呢我今天的分享 會先從產業界如何的來影響跟轉變 那轉變之後又怎麼影響到實際上 產業界人才跟未來的教育 應該要怎麼做 今天會用這樣的順序來跟大家談 好 那人工智慧其實在現在已經 逐步的進入到大家的生活 而且很多東西可能是我們所不知道的 我舉例來說 從我們早上起床開始 其實我早上起床 我通常 這個我有一個朋友 他都會問Siri說 Siri我美嗎 他說Emily你好美 然後他早上一開始就很開心 這個其實就是Siri的人工智慧的什麼 對話 語音辨識的功能 講完之後接下來 他就開始 我們開始一路上班 上班的時候 第一件是通常打開Email 大家如果還記得 以前在那個 什麼奇魔年代的時候 是不是一大堆垃圾郵件 現在Gmail完全都幫你處理好了 那個垃圾分類也是AI 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 可能我們到那個晚上回家 休息的時候 逛個網拍啊 買個書 每次都會跑出什麼推薦清單 那個推薦清單 其實也是AI 所以說其實我們生活當中 已經有各式各樣的AI 都已經進入到我們生活 只是他被包裝的形式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甚至會覺得說 我們想像的都是 大型工廠的機器人設備啊 還是什麼的 其實AI並沒有這麼遙遠 而且他進入到生活 那剛剛講的是目前的 那未來十年會是什麼樣子呢 其實在最近幾年 科技革新的速度非常的大 阿發GO大概是在三年前 三年前這個發展出來的嘛 我在做這個AI之前 我其實有另外一個身份 我是一個兼職的圍棋老師 在那個時候 我能夠讓電腦的圍棋 讓他九顆 還能夠贏他 對 但阿發GO出來之後 現在他讓我四顆 我都還贏不了他 短短的一年的時間 有極大的變革 那這個到我們未來世代 會有怎樣的變革呢 我們在談AI的時候 其實不能夠只談AI 還要談5G 還要談IoT 用白話文來說 AI就是創造出像人一樣的腦子 去幫我們做一些運算 儲存推理的事情 5G就是讓現在跑很慢的網路 能夠跑得超級快 IoT就是物聯網 我們生活當中的這些裝置設施 我以前需要用電腦來完成的 現在我只要用 可能我的智慧眼鏡 智慧頭盔 智慧手錶 我全部都能夠跟他做即時的互動 而在未來 因為5G的發展 物體能夠跟物體之間互動 好 所以我最喜歡跟那個同學舉一個例子 你能夠相信你家的馬桶 可以跟學校的醫生溝通嗎? 或你相信你家的馬桶跟醫院裡面的那一個 自動判斷你的身體的系統做溝通嗎? 這是我們以前完全沒有想過的事情 人跟人溝通很正常 人跟機器溝通已經不得了了 機器能夠跟機器溝通 這其實就是在未來世代會發展的事情 以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來說 當然以上牽扯到相關道德或法律的議題 我們先暫時不看的情況下 如果你家的馬桶能夠收集你的 這個 因為所排出來的東西的各樣的數據 而知道你的健康的狀況 他即時傳到醫院的這個 中心裡頭的系統會做運算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幫助我們一些 長者 他有一些慢性病或什麼 所不知道的 可以提前做預防 而這樣的數據在過去會發生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很多的物品 像我們現在的椅子 這個椅子並沒有聯網 所以他沒有聯網就無法做到數據的儲存跟傳輸 那未來呢 IoT的這個裝置的發展了之後 其實他就可以讓他開始聯網 好以前聯網會發生一個問題 叫做速度不夠快 這也是目前自駕車遇到最大的問題 自駕車跟自駕車在 兩台車在跑的時候 如果偵測到對象有一個來車 也許我現在需要三秒鐘 但三秒鐘的時候 我這個時候如果要即時反應 可能還來得起 但萬一有一個小朋友突然衝出來 他只有一秒鐘的反應時間 其實這個時候是遠遠來不及反應的 他光資料傳輸就不夠了 所以未來的5G就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傳輸的速度變得非常快 那也就是說很短的時間內 他能夠做快速的傳輸 甚至搭配AI做快速的運算 於是以前我們所沒遇到的問題 馬上就當下 AI搭配5G的運算完之後就能夠解決了 所以這個是在未來世代當中 其實會有很大的影響 他完全顛覆我們人類生活的習慣 以前我們可能是覺得說 有網路有手機已經很方便了 你有沒有想像過 如果以後人類每天起床 我只要坐在床上 戴著一個智慧眼鏡 我就開始像在辦公室裡面辦公了 我馬上開始開會 馬上要調資料就弄出來 甚至是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也不用像現在 我要自己騎車交車等等 馬上就會有全國已經連線好的自駕車系統 把我送到一個我需要跟人會面的地方 然後全部各樣的智慧設備 在場的椅子全部都是智慧裝置 我要做四人一桌的 我要做十人一桌的 快速的按照我的方式弄好 這其實是在未來我們可能會覺得只有在電影當中 或是在想像當中 可是其實就我們業界的人知道 它都已經成為已經有的技術 只是差在有沒有普及化 跟它的價格有沒有降低到 夠讓每一個人都能夠使用而已 好 所以我們就要來談談 那這些技術它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會剛好在這個時間點大爆發呢 其實這些技術在過去就已經都有了 剛剛講到什麼大數據物聯網 但是剛好在這一兩年時間 全部都達到一個成熟 而這個成熟呢 它的特性是什麼 它的特性是 品質好 夠可靠 速度變加 重要的是成本夠降低 所以我舉例來說 像無人機 以前的這個無人機 我一個需要十萬的 現在只要七百塊 那它全部大幅降低的時候 導致於企業界開始意識到 我們不用這些新科技不行 我需要進行轉型 所以在這樣轉型的過程當中 我舉幾個實際我們服務的例子 讓給大家分享一下 舉例來說 產線的作業員 產線作業員 我們通常很怕幾件事 第一個 怕公安意外 弄不好 萬一手被切掉怎麼辦 第二個 我們怕它的效率不髒 會不會它偷懶 或它剛好 剛好昨天跟女朋友吵架 今天心情不好亂作一通 怎麼辦呢 這是我們的一個案例 我們協助工廠的作業員 我們看 它的這個 識別它的動作 這叫步態分析的系統 去看它的動作 是不是做得準 並且在系統當中 我們就會有這個警示 哪一個地方 它可能出了問題 哪一個產障 我們馬上就能夠警示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 呃 領班就能夠去協助 做關心 或做一些輔導等等的 所以我們在這樣做之後 本來那個產線 它會有很嚴重的這個 呃 delay生產的問題 到後來它完全能夠解決 好 另外一個是 助理 好 以前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助理就是 我跟他要一個什麼request 然後呢 他就會去解決 收集資料 然後過個兩天 簡報給我 但是現在已經有助理 公司 的這種智慧助理 是我只要問他問題 他能夠馬上回答我 並且幫我做出 我剛剛問的問題的報表 甚至幫我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這個也是我們在幫企業做的東西 好 那剛剛講的這好牛就覺得 這是不是工廠 那學校會不會也有這樣的影響呢 假設剛剛這樣的系統 好 這個能不能應用在學生做跳舞 或是做運動 他的知識正不正確的辨識 剛剛這個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考試出來之後 老師有時候需要做一些計算 或Lala Excel 表 做一些圖表 我們才能做進一步的分析 如果他能夠即時的幫我 告訴我說 哪一些同學可能哪裡有狀況 我們就能夠即時的幫助我們輔導 因為知道在座每位老師 其實很多時候是很辛苦的 有時候也有行政 然後也有教學等等的 AI 其實它就是一個工具 工具用得好 就能夠幫助我們變得輕鬆 好 所以呢在這樣的發展之下 我們學院 我們學院其實就是在做 雖然協助政府協助學校 在做AI的推廣的教育 那我們有時候會錄一些影片 那我就跟我團隊說 我們身為一家AI公司 我們自己都不那麼AI 好像怪怪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我們在拍影片之後 往往我在最後下來剪輯上字幕 然後上圖卡 特別上字幕 這個非常花時間 各位在座如果有做過這個影片 老師應該知道 那怎麼辦呢 就我們發現一件事 其實網路上有這個 自動生成竹字稿的軟體 我只要影片做完 竹字稿就弄出來 後來我們又不滿足 還是太慢 我們發現網路上還有 自動上字幕的軟體 我把影片匯進去之後 他直接把那個影片的SRT字幕檔 直接丟給我 我丟上去 我們自己再看 大概90%的準確度 我只要做很小的這個微調 我就能夠把這個影片的字幕做好 那還有這個不夠啊 公司 那個時候剛好有法國人 法國人 他這個中文沒那麼流利 但是他對外國的業務做得很好 那怎麼辦呢 我們怎麼幫助他快速融入公司 他發現有Google Translate即時掃圖 他拿著手機到任何地方掃掃掃 馬上都即時的翻譯出來 所以跟我們的溝通就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很多什麼AI自動去背啊 翻譯啊等等的 這些都是我們在公司裡面 在導入幫助大家 運用AI能夠讓我們工作得更開心 工作得更有效率 對然後 所以像剪影片這件事 過去要五天的時間 現在只要一天半就能完成 剩下的時間大家要幹嘛 剩下的時間我們長長就來想 怎麼做得更有創意 或我們就會貼近我們的會看影片的人 然後跟他說你需要怎樣的東西 這個是AI在幫助我們的事情 所以說 如果應用到教學現場 以上這一些技術 其實全部每一個都已經有了 只是他有沒有被整合 跟我知道在落地上 有時候會牽扯到法令或政策上的一些困難 所以假設在教書的時候 好我現在要知道哪一個人 學生有睡著沒睡著 對這老師 其實通常老師都知道 只是需要點一下這個比例啊 或者說哪一個同學我需要特別 故意這個求他一下 還是什麼的 那以後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光這個智慧眼鏡 就已經能夠判斷學生的 現在學習的狀態 是不是專心的 好可是 談AI的時候 絕對不能談AI 它有道德議題 它有安全議題 中國大陸其實在前幾個月就有 有學校真的做這一件事 好 不過有沒有人看到這次的新聞 後來呢 這一個東西 因為家長的抗議等等 就被禁掉了 不可以這樣做 那這個其實也是說 我們在運用科技的時候 常常要談的一件事就是說 怎麼樣在科技 是奠基在人性之上 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工具 而不會說為了科技而科技 或為了方便 但是卻在這種人性上有一些衝突 但是有一些東西它不會衝突的 我們可以來講一下 舉例來說 如果現在老師在這個 放一個這個頁面 其實是可以看到學生 眼睛掃描的這個點 他從哪裡看到哪裡哪裡看到哪裡 我就會知道我的投影片 在寫過程當中 我是不是重點有表達清楚 或是學生了解的順序是什麼 我怎麼有效來幫助他做學習 又或者是這種 像以前我在學習的時候 我學生物最容易學不好 為什麼學不好 因為無法想像 就那個血管 我都看到那個血管的那個圖 那我就無法想像血管B怎樣 但我又不能自己這個 割一刀然後來看 那怎麼辦呢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的 AR跟VR的技術 當老師所需要的時候 他馬上就可以把圖叫出來 活生生的3D的圖 在學生的面前做展示 就能夠知道 喔原來血管是這麼回事 什麼是細胞病 什麼是細胞脂等等 然後這個像是 學生的這種成績報表 分佈或有什麼錯題分析 這樣的一個系統 這個其實也是在未來當中 會可以應用到的事情 所以呢 我現在要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這裡是我們要想像 在未來的生活當中 AI可以做到多強 那這樣的AI 也可以讓大家想一下 他怎麼可以有效的來幫助我們 OK Let's say you wanna ask Google to make your haircut appointment on Tuesday between 10 and noon What happens is the Google Assistant makes the call seamlessly in the background for you So what you're gonna hear is the Google Assistant actually calling a real salon to schedule the appointment for you Let's listen I'll have something out for you Hi I'm calling to book a woman's haircut for a client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on May 3rd Sure Give me one second Mhm Sure What time are you looking for around? At 12pm We do not have a 12pm available The closest we have to that is a 1-15 Do you have anything between 10am and 12pm? Depending on what service she would like What service is she looking for? Just a woman's haircut for now OK We have a 10 o'clock 10am is fine OK What's her first name? The first name is Lisa OK Perfect So I will see Lisa at 10 o'clock on May 3rd OK 3 3 Have a great day Bye 好 大家給這支影片一個掌聲 其實我沒有想過 AI其實現在已經能夠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這個也是那個時候在出來的時候 我自己是蠻蠻訝異的 特別是剛剛大家有聽到那個 嗯哼 它其實做得非常的人性化 對連這種人的東西都 人的這些知味末節的東西都能夠表達出來 對 所以這個也是我在看 我 可以模仿聲音嗎 可以 它可以模仿聲音 是一模一樣的 對 不只模仿聲音也可以模仿人臉 我舉例來說 就有那個模仿川普演講的AI系統 它不是無法間諜到底真的還是AI 沒錯 甚至它可以自己創造人臉 於是呢 我們在AI界的工程師又發展了一個新東西 抓出哪個是AI做的東西 對 對 能夠 它能夠這樣破解 我也能夠反破解 對 對 現在真的是有這樣的東西在發展 好 所以 但這個東西目前還沒有普及啦 但我相信Google也不會隨便讓它普及 不然 這個可能有點危險 對 但我覺得 這個很值得可以思考 就是思考說 以後我們 我們現在有沒有怎樣的需求 是讓我們覺得困擾的 或是讓我們覺得這個 希望被解決的 於是我用AI來幫我做 好 那我舉個例子 我剛說我念氣管系 我大三的時候創業 我創了一家AI軟體的公司 這解決一個問題 這問題是從我 國一困擾到我高三 困擾了六年 我非常愛讀書 老師不叫我讀書 我都可以自己坐在圖書館讀很多的書 但是我超討厭考試 所以我在中學六年 我自己研發出一套 怎麼樣在上課有效的學習 但是我不花時間做題目 但到考試前 我會快速的知道老師想要怎麼考 然後 標出他想要的這個 解決寫考題 解決考試問題的方式 所以我就想一件事 但我那個是用很特殊的方法 跟特殊的學習方式 前提是我 知識本身是融會貫通的 只是我不去背一些 智慧末節的東西 但是對於每一個孩子來說 他不是每一個孩子 剛好都抓到這樣的方法 所以那時候就在想一件事 我要用AI做一個產品 是讓學生能夠做少少的題目的時候 快速就知道他的強弱項在哪裡 他不用在會的題目 又做100題 200題 他就只要抓抓不懂的概念 好好的去複習 剩下的時間 他可以進一步的去思考 舉例來說 那個時候在學什麼 世界大戰的時候 老師雖然會鼓勵我們 就是背一些年代啊等等的 但也會跟我們解釋 戰爭發展過程 可是我就一直在想 為什麼有國家 他第一次世界大戰 跟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不同的盟 他不可以同盟嗎 他的戰略策略到底是什麼 這個技能其實在我以前念中學的時候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但直到我出社會的時候 我才發現 原來這樣歷史素養思考的方式 是很有助於我在跟人溝通的 或有很助於我在做企業的經營的 這其實也是目前素養教育在推行的 所以說我就在想起 這樣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就 這個 在一股熱血之下 就出來創業做這樣的東西 然後發展了兩年 所以說 這也是我常常在想 我現在在做AI 我怎麼有效的用AI去幫助人 這也是我熱情所在 又或者是幫助大家對AI不是恐懼 而是知道說 這個能夠幫助我的生活 所以我接下來要開始來看 剛剛都在講產業 現在開始要講人才 這個也會影響到未來我們 畢業的學生 我們都在說AI會取代很多的工作 那到底取代哪些工作 哪些工作是危險的呢 所以我分兩類來講 一個叫做體力勞動者 一個叫做腦力勞動者 右上角這一區叫做安全區 左下角這一區叫做危險區 安全區跟危險區的差異在哪裡呢 安全區叫做它的社交性是強的 同時它的工作本身的變化性是大的 我舉個例子來說 理髮師 如果今天我去剪頭髮 我跟這個理髮師說 小姐麻煩幫我剪一個 這個韓式秋冬最流行的髮型 你覺得他會怎麼跟我說 有人笑了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說 先生不好意思 你這個還是比較適合剪韓市長的髮型 因為沒頭髮嘛 怎麼剪呢 可是對AI AI會怎麼樣 AI也許他會冷冰冰的告訴你 I cannot 然後推薦什麼什麼 又或者是 再弱一點的AI 就砰就error了 因為你完全不符合他的功用 對人剪頭髮這件事 本身來說還好 差異不到 可是對人的主觀的感受 差異很大 我今天會不會 我這一聽我就不爽了 我覺得這AI怎麼那麼爛 我就離開了這個理髮店 它其實是個很主觀的東西 這也是未來這個年代 其實我們需要很著重去養成 什麼樣的工作 它是能夠好好跟人 cowork 碰人的時候是碰得好的 同時它的變化性也大 這個就是AI取代不了的 那什麼是很危險的呢 我舉例來說 卡車司機 出納收影的工作 這些其實都是很危險 因為就是固定的動作 然後我也不用跟人多怎麼樣 那對電腦來說 固定的事情 它最會做 特別在固定的一定的範圍內 它做到最好 好 但是你會跟我說 有沒有可能收影做的不一樣 收影做的很強社交 可以喔 可不可以收影員做到讓人覺得 我來這裡是賓至如歸 我下一次因為這個收影員 我還想再來這一家餐廳 這也是可以的 所以並不是說在這邊就完全的不行 而是說我們怎麼轉化工作的價值 讓它能夠體現出人的價值來 所以這個是體力勞動者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腦力勞動者 一般大家都會覺得白領階級 特別是領高薪的 這一群人很安全 都領高薪的 其實不是 像那個在美國的高盛 紐約總部 在2000年的時候 他們有600位的交易員 好大家猜猜看現在剩下幾位 隨便給個數字 大家猜一下 零 好還有嗎 多一點點 100 好很接近 好其實剩兩位 這兩位是在看守AI的人 這些交易員都不用 因為他的動作很簡單 就是重複的 客戶下單我就做什麼事 他沒有太多複雜的東西 可是財務顧問就不一樣了 財務顧問我需要跟我的客戶溝通 你的這個下單的決策對不對 或你要資產怎麼配置等等的 他就很需要人的專業跟 你知道大老闆有時候就是會 比較就是 欸我自己也很厲害 那你就要能夠去說服他 這個就是人的專業 所以那腦力勞動者 我們現在看到危險區的 什麼像危險區呢 就要說信用評估啊 稅務助理啊 然後做簡單的翻譯 這簡單的翻譯就很有意思 我兩年前在剛開始教AI的時候 我第一次教AI的時候 我在教會教 那我就那個時候就問那個教會的牧師說 欸這種翻譯工作都會被取代 那是不是以後外國牧師來 就用AI來做翻譯 用Google 剛剛大家看那麼厲害嗎 Google AI來翻譯就好嗎 他說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因為他講的東西講不進到人的靈魂裡面去 聽他只是翻譯字面 但是沒有情感 所以我知道這個是很棒的道 但是我聽了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人就不會去相信 就不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所以這個也是說 雖然這被歸在危險區 但是就關鍵在我們怎麼發揮他工作的價值 好 另外一個層面 安全區的其實就是 要做創意或做決策的 所以像是 CEO啊 記者訪問過他說 哪些工作不會被取代呢 他說 精神科醫師 能跟你聊天的酒保 按摩師 導遊 為什麼 以後這個社會要有大量的社工 跟行李治療師去服務 那50% 因為AI而失業的人群 聽聽他們內心的沮喪 跟他們聊聊天 談一下生命的未來在哪裡 好 記者又在問啊 這麼厲害 AI會不會有可能有自我意識 大家最怕的 電影裡面看到的 還有表達情感 好 李開副老師說不會 人類有靈魂有愛有心 所以這一塊是 永遠不會被取代掉的 對 這也是我在分享的時候 我會常常鼓勵大家 我們看到剛剛這個都叫被取代 好 所以呢 我們要給大家希望 絕對不是這樣 那是怎麼樣呢 用數據來跟大家說話 這是Garner報告 世界頂尖的這個權威 科學權威機構 大家有沒有看到在右邊的那一個 右邊的那一個棒 在2020年之後都比左邊的還要高 右邊那個棒的意思叫做 由AI產生出來的新工作數量 左邊的那一個叫做 AI減少了工作的數量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2020年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紅色的線代表 其實我們每年競增加的工作量 是變多的喔 在持續的變多喔 所以我們都在怕AI取代我們 但AI真正它所新增加的機會 是更多的 只是我們有沒有抓到 那既然在這樣的話 未來的世代 這些人才到底長成什麼樣的特徵呢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在研究 歸納出來的六大類 以後這世界六大類的人才 好 第一類人才叫做活出靈魂的人 就是有創意能創造 善於溝通 能夠同理別人的需要 所以像什麼 指揮家、歌手、演員、諮商師、保姆這些 他們把人的這個價值 發揮到零零盡致 第二類的人叫做處理人的人 對有些時候事情不好處理 不是因為事情不好處理 所以人不好處理 所以能把人搞定事情就搞定了 這些處理人的人 我用這個正面的方式叫做 他能夠建造人 每一個環節 所以像什麼 牧師、老闆、經理人、演講家 他能夠激勵人 能夠建造人的生命 或像在座的老師 這些都能夠幫助人的 這個其實AI無法取代 第三類叫做可以扛責任的人 就是說 AI不是做不了你那件事 只是AI無法扛你這個責任 所以像醫護人員 政治人物 投資銀行家 也許在醫療 AI能夠很快速的去判斷 你這個是不是癌症 對 像在今年 中國有一場大賽 就是 AI的這個 跟人類的醫生 快速的在一段時間內比 判斷誰是有癌症 誰是沒癌症 結果AI完勝人類 好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你會說 AI其實可以做得比醫生更好 但是人不願意 為什麼 沒有安全感 跟 我想要的AI 不是只有告訴我哪裡有病 我還希望他怎麼安慰我 醫生會婉轉的一些說法 或者說 如果真的有醫療疏失 我該找誰負責任呢 這些是未來需要扛責任的 第四類在中國叫 U盤人 在台灣叫 邪槓通才 就是自帶資訊 不裝系統 自由協作 誰插誰把 到哪裡都活得下來的人 其實就是邪槓的人 舉例來說 我希望自己就自力成為一個 懂產業的AI老師 或者說 現在有很多網紅 知識型網紅 或會程式的設計師 或會設計的工程師 等等的 這些都很斜槓 因為剛剛講到AI 他能夠在專一特定的領域做到很好 可是當今天要斜槓起來的時候 AI就無法做到 他就沒辦法 藉由斜槓會產生出新的創意 第五種當然就是AI在發展 所以剛剛有說處理人 處理AI 各種在造AI的人 設計師 工程師等等的這一些 他其實也是未來很夯的 跟最後一個其實是 任何產業可以跟AI協作的人 因此其實有一個說法 這個是 記者去訪問台灣的一個非常頂尖的AI教授 他說 人類真的不會被取代嗎 他說 其實人 真的不會被取代 但是不懂AI的人 以後會被懂AI的人取代 因為以後使用AI 就如同我們現在使用Excel 現在使用智慧型手機 那麼樣的普及便利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basic 基本功 以後任何一個產業 都可以用AI來幫助我們 工作得更開心 工作得更有效率 生活活得更有價值 所以這個也是 為什麼現在世界大家都開始在推AI的原因 好 那剛剛講到這些是未來人才的這個樣貌 那這些人才他們的特徵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講特徵之前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世代跟過去的世代 哪些不一樣 第一個 知識免費取得的年代 我剛剛講我小學在學寫程式的時候 那時候我怎麼寫的 我那個時候學寫程式其實沒有任何的教材 我那個時候做的方式是 我去call別人的網站 然後把別人網站的程式碼變成我的程式碼 那小學我年級英文也沒太好 所以1就改成2 yellow就改成red 然後不入就改成white 就這樣改一改的時候 不小心被我摸索出 喔原來這個就是程式的邏輯 然後我在這樣的邏輯當中 我知道原來寫程式是這樣 我自己把別人的東西變成我自己的東西 然後開始回去改 開始會debug 那那個時候網路上也沒有教學 我不懂怎麼辦 那時候上網路聊天室 剛好就認識工程師 就跟工程師請教我遇到不會的bug 對 當然你會說我父母也很瘋狂 就要讓我幹出這樣的事情來 對 我很謝謝他們那個時候 讓我有這樣的空間 可是我就學會了一件事叫做 我真的很想解決一個問題 但是我沒有這樣能力的時候 我要怎麼靠各樣的方法 能夠去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未來的世代 知識如果已經變成是一個免費可以快速取得 我不用再不會翻字典翻課本 我是一個AI 手機一拿起來AI一問馬上都知道的 那以後知識的價值就不是知識本身了 以後知識的價值叫做 我如何把我的知識能夠拿起來轉化 應用 結合 甚至跨領域不同知識的結合 在產業當中 其實我們要的也是這樣的人才 第二個 人機共生的時代 以後機器會給我們很多的數據 很多的推薦 但是對人來說 我們如果只有在看它的而做事情 那到底誰是機器 誰是人 所以說人機共生的年代 人要非常會知道如何來解讀判讀 第三個是 其實剛剛講到人要活出靈魂 做機器無法做的事情 所以各種創新管理人性化服務 因此在剛剛這些特徵當中 我歸納出五大的重點能力 或者說五大關鍵的態度 這些也都是未來人才很必須要具備 第一個叫做批判思維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思維不是批評思維 什麼來我都說NO 批判思維是我在思考一件事情 舉例來說 我們很容易在晚上的時候惱弱 就看上購物網站 推薦我一個東西 又喜歡下單了 又喜歡又下單了 人怎麼在AI推薦你的時候去思考 這真的我要的嗎 這東西真的對嗎 為什麼他會給我這個東西呢 我們會有批判的思維 第二個是溝通協調 剛好講到強社交的工作 其實是不會被取代的 因為人跟人的溝通 機器完全沒辦法做 所以怎麼樣跟人有效的 傳遞資訊 接收資訊 很重要 第三個是通力合作 這個我跟跨域專業一起講 就是斜槓這件事 因為AI很會做特定的事情 所以當我斜槓起來之後 我就能夠發展出 AI沒有發展的能力 但是有些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很斜槓 那怎麼辦 只好三個臭皮 這樣升過一個諸葛亮 我跟人家一起通力合作 用創意做出AI沒辦法做的事情 這個通力合作 就是我們團隊當中的價值 最後一個是創意解決問題的方式 很多問題是 AI能夠用過去歷史的資料 來做一些推斷 但是很創意的事情 AI絕對做不出來 因此這個是未來 不論是以後職場需要 或是現在學生 其實在未來需要的 五大關鍵的技能 那這個部分我就先挑 因為這講比較多產業的事情 我直接要跟大家來談談說 那在下一代的AI教育 我們面臨到怎樣的困境 跟有什麼樣的解決方法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件事 世界各國其實已經非常多的地方 把程式甚至AI 還是納進去到他們的教育系統當中 那不乏我們身邊的這些國家 或最早的以色列在2000年的時候 就已經納入了 那我就要想一件事 大家常常覺得說 哇 以色列好像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 然後我們是不是落後人家很多 所以我就趕快在這個地方跟進 或者說周邊的一些國家 所以其實也看到政府跟民間 各樣的努力 有很多AI的教材在發布 但這樣真的足夠嗎 所以我現在要給大家看一支影片 這支影片是我一直在思考以色列的創新 以色列的程式教育的時候 我覺得在技能之上 其實還有很多精神層面的事情 所以放這支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對以色列來說 小國不是問題 如何以小博大逆轉至聖才是本事 以色列人口只有800萬人 面對三億敵人的威脅 60年內打了十幾場戰爭 一場都沒有輸 建國66年 拿了12座諾貝爾獎 國土面積只有台灣的六成 卻是高科技界的A咖 矽谷、納斯達克都少不了它 它的雨量少 一年只有30天降雨 卻是不缺水的水科技強國 三分之二的國土是沙漠 也不產石油 卻發展出全球頂尖的替代能源技術 這樣天生有缺陷的國家 能夠缺雨不缺水 缺油不缺電 缺地不缺糧 還能把解決本身困境的工具 包裝成先進科技 賣到全世界 這是以色列的志氣 所有的缺點都被它化為優勢 在退無可退的絕境中 蠻橫且充滿創意的活了下來 在逆境中創造解答 處處展現驚奇 如果我說一些人 我們應該講說 在這個方面的話 他們真的是 以我們來講說 應該是外星人一樣 人家外星人就是說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做那麼快 它雖然是沙漠之國 城市的綠化卻讓你彷彿置身歐洲 你以為它是戰亂國家很危險 但他們卻活得自信又自在 說話經常開玩笑 他們個性很急 做事積極 每一家新創公司 都急著想在一小時之內 讓你知道他們的產品是獨一無二 他們天生好變 每個人都對政治有意見 有人因此比喻 以色列八百萬人口 就有八百萬個總理 它是由七十多個國家移民組成 其中多達百分之二十是阿拉伯人 看似一盤散沙 卻是一個超團結的競爭實體 政治的矛盾衝突再大 國家還是可以繼續前進 同時他們更練就了 每一場仗都不能輸的志氣 因為輸了任何一場 國家就沒了 不安全感所激發的企圖心和鬥志 讓他們懂得集中力量選擇優先順序 善用有限資源和配套措施 發展某些關鍵領域 跟全世界拼搏 在規模定勝負的時代 以色列的志氣與能力更顯珍貴 圍看台灣 同樣是面對強敵 同樣面臨缺水 缺乏能源 自由貿易的衝擊 此刻的台灣 能從以色列的身上 找到哪些借鏡之處 值得每個人深思 好 所以我自己在研究以色列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很 那個時候就發現了一個 很有意思的詞 這個詞也影響了非常多 這個詞叫做 Tikul Orang 翻譯成中文叫做修復世界 其實我們在推程式教育 或AI教育的時候 很多時候大家是 對學生來說 他會覺得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又或者說 我不用學 我還是可以過得很好啊 所以問題本身 也不是在學什麼技能了 而是在 我是一個什麼身分 所以我要去做這件事 所以以色列人 他們怎麼在思考 他們的人生的 他們的生命當中 他知道 他是上帝創造任何一個人 並沒有任何一個是廢物 每一個人生命當中 都有他的價值 而這個價值 就叫做Tikul Orang 我必須要用我生命當中的技能 跟價值去修復這個世界 他擁有這樣一個 很強大的使命 所以也就是在說 以色列小學二年級 開始寫程式 然後到高中 就開始學防害技術 他們為什麼能夠做到這麼好 並不是於他們在追求 那一個技能的本身 而是他在想 我怎麼用這個技能 跟這個Tikul Orang的態度 去解決掉一些生活當中 國家當中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我在教學上的時候 其實常常需要去引發學生有這樣的動機 因為當有這樣的動機的時候 我要跟他去談下一步 他才會意識到他有需要這麼做 所以在未來這個世代 我們都說要會用AI 那到底我需要讓孩子學到什麼程度才夠用呢 所以這邊我分成了五大層次 第一個層次叫做聽得懂AI 第二個層次叫做能夠用AI生活 第三個層次叫做用AI創造價值 第四個層次叫做會造AI 第五個層次你是一個AI的專家 那我會鼓勵學生 你在未來至少要達到用AI創造價值 你可能不是一個工程師 但是你知道怎麼把AI的一些工具拿起來 或會一些簡單的coding 能夠把別的東西變成你的東西 去幫助你解決生活當中 或工作上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這個真的沒辦法做到 至少還是會用AI生活 就像現在用智慧型手機生活一樣 那如果說是真的對科技很有興趣的孩子 你真的很想要做工程師造AI 或進一步成為AI專家 那你就會鼓勵他 你還在可以探索的時候趕快去探索 這個是在鼓勵 也是我在看未來產業整個人才在變動的時候 因為其實現在非常多的職業都會跟AI有關係 具體來說我認識 我有一個同學台大醫學院的 我問他說 欸那你這個閒的時候都在幹嘛 他跟我說他都在寫Python 我說幹嘛要寫Python 你不是這醫生嗎 他說因為健保局有大量的資料 我為了要研究這一個疾病 它本身是不是跟什麼有關係 我需要用機器學習的方式來幫我做 以前我們都用臨床嘛 他發現不可能每一個都實驗太慢了 所以他藉由這樣的事情去幫助他 然後另外剛剛講過的金融業也是嘛 又或者是我們來講一些更跳通的好了 舉例來說什麼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我就是懂力學結構會見有這個知識不就好了嗎 可是AI可以幫助他去模擬很多新型態的這個土木工程的結構 讓他不用每一個都要花很大的成本做出來 他就能夠知道 所以這個是在產業界當中目前非常大的變動 各行各業開始在AI化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說為什麼我剛才會講 以後用AI創造價值跟用AI幫助你協作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學校有一些痛點 不論是學生的升學或是資訊老師等等的一些需要 那我自己也分享一些我在教學上的一些經驗 當然這個經驗不見得適合每個人或不見得正確 但在這邊跟大家一些分享 其實很關鍵的就是抓住三件事 引發讓學生有目標用對的方法跟動力 所以歸納了一個想一個比較好記的方法 目標期就叫遊戲生活教學法 會用遊戲的方式或用一些很實際 他們能夠做出來看到的東西 讓他意識到說 我不是只是在寫程式我能夠做出一些東西 所以我舉例來說 像這個音樂風格 我AI能夠做出音樂風格 以後我自己自創曲 我就未進去 他就告訴我說你這可能是爵士風 或這個是什麼古典風等等的 或者是說這個 有一些同學對經濟有興趣 房價房屋價格預測 我能不能預測出 以後我爸爸媽媽如果買那個地方的房子 他大概應該要價值多少錢等等 這就是我們要幫助學生 能夠進一步做出來的主題 或者是小小的工具 對 我上週才剛遇到這個建中的老師 他說他們遇到一群很調皮的學生 這數學老師給他們出很難的題目 想要奠奠學生 學生真的都解不出來 隔天學生帶著所有的答案來 老師傻眼想說怎麼可能你們會解 他們說因為老師昨天回去 我們就大家一起用Python 然後想辦法硬爆這個題目 然後電腦就把我爆出所有的答案 然後那個數學老師氣炸 但資訊老師跟我說他其實很開心 因為學生他至少找到 他知道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談的時候發現學生也不是單只有硬爆 他也用了一些數學的原理 去幫助他寫出一些東西來 而能夠做出來 所以其實 他到底願不願意學本身 需要一個很強烈的目標 看得出來 做得出來 並且看得到的一些東西 第二個方法 這邊分享一個叫逆向工程教學法 其實也就是 我剛才講我小悟的時候 怎麼寫程式的方法 就是說 我在學寫程式的過程當中 遇到了幾大困難 純第一個最大讓我想放棄的困難叫做 我看不懂 第二個困難叫做 有bug 我不會抵 一般學生大概就在這兩大困難當中 就放棄掉了 反正課本有得操的我跟著打 沒辦法的 能改數字有改數字 不能改數字的我就放棄 所以逆向工程教學法 其實我就是在幫助學生說 你能夠快速的要去了解 大師的邏輯是什麼 所以先從 把別人很優秀的作品拿下來改 拿下來讀 先讀懂別人那個東西是什麼 你可能跟我說 讀不懂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就像以前在解那個摩斯密碼一樣 試著去拆解它 等一下後面我會有一些範例 如果時間還夠可以跟大家來玩一下 我們怎麼拆解 讓他去了解 原來可以這樣做 然後我用別人現成的東西來改 至少一開始能夠快速擁有成就感 知道說我是做得出有程度的東西 接下來我再帶他下一步的去研究 所以接下來下一步的問題就是 剛剛講到想放棄 不會debug怎麼辦 所以我教會學生debug 教會學生做讀技術文件 這是有時候我在跟家長聊的時候 他會說 這個人家都是大學才學 或是出社會 我不信寫 因為我想說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我就自己摸手出來 於是我就開始在國中委這樣教 後來發現一件事 其實國中生也學得起來 只是關鍵是說 有沒有好的一套方法去引導他 讓他意識到 我讀這個技術文件 雖然是密密麻麻的英文 但他卻能夠幫助我解決問題 很多孩子他就會願意去探索 願意去試 所以就解決了 他學程式的困難 那學程式本身 他就不會只是學程式這個技能 我希望培養孩子的是說 他能夠自己獨立解決問題 而不是當老師助教不在了 他就放棄了 他就不會解決了 第二個是他能夠具備工程師的思維 他知道原來開發流程是這樣 我可以應用這個 也解決我其他學科的問題 第三個是他能夠有架構化的思考能力跟邏輯 運用程式的這個工具 養成他的邏輯思考的這樣的一個習慣 好 所以 有一點時間 我來給大家玩一下 這字可能有一點小 那沒關係 在座我先快速調查一下 有寫過Python的老師可以麻煩舉個手嗎 有寫過Python的 好 沒有那剛剛好 這是一個Python的題目 這個學生他跑了這一行程式碼 又跑了這一 跑這行程式碼之後 然後接下來跑出一個error 叫做Name vip file is not defined 好 這個時候我學生說 欸老師我有bug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這個時候都會問學生第一件事 欸 那你要不要先猜猜看 你覺得你哪一行可能寫錯 好 有沒有人想要猜一下 你覺得他可能哪一行寫錯 對 這些都是天文數字模式密碼 好看不懂 怎麼猜 好 嘿 老師請說 欸為什麼猜第二行 欸為什麼猜第二行 因為他應該是一個變數的那個 那個第一行 喔這個老師很專業 大家給他一個掌聲鼓勵 對 好這個已經是專業級了 有沒有人你剛心裡寫想第二行 但是不好意思舉手的 有要講講看嗎 好我那時候跟學生講了一件事 欸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他這裡給你列了一堆一模一樣的程式碼 然後有個箭頭指在這裡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 這個程式碼其實跟我上面程式碼一模一樣 但是他有個箭頭指在這裡 所以有同學就跟我說 欸老師第二行他箭頭指在 欸沒錯 恭喜你答對了 他其實已經告訴你你錯在哪裡了 因為他跑到這裡跑不動了 所以他就直接告訴你在這裡 好那接下來下一個問題 剛好老師說因為他是讀得懂 Name the IP file is not defined 那我知道就算錯在這裡 但我看不懂他這個敘述 好請問大家這個時候怎麼辦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看不懂他的這個回應 你要猜猜看嗎 或如果你遇到你下一步可能想做什麼事 這沒有正確標準答案 這可能很多種解法 好 好 欸我聽到那個時候 欸很好 大家給這位老師掌聲鼓勵 其實就是把他抓到Google 因為你遇到放過的錯 全世界超多人跟你放過一樣的錯 所以這個我給大家保證 你一貼上去 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法文的 全世界都有人有過這樣的問題 並且分享他怎麼解決的 就這麼簡單 對但是 這也是我一開始我在自學程式的時候 沒有人教我這個 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就卡死在這裡 我一直在這邊亂改亂改亂改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遇到的問題 好 他比較直觀一點 我們接下來下一個 比較不直觀的問題 好 好先一樣問 大家覺得他可能錯在哪裡 可能 好有沒有要猜猜看 如果我真的看不懂 不知道這些寫什麼東西 英文也沒那麼好 好 有人要猜嗎 好 我有同學他就跟我說 老師應該是這個REF 或這個點點 為什麼 因為跑到這裡的時候就掛掉了 所以應該在這裡 我跟他說 嗯 你用剛剛的邏輯不錯 他其實剛好是這一行 不過這一次問題不在這裡 你要不要再觀察一下 你上面的這個程式碼發生什麼事 好 這同學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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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同學跟我說 欸老師好奇怪喔 為什麼這邊的框框啊 下面都是黑黑的 這邊最後一個是紅色的 跟這個紅色的不是只有應該是字嗎 為什麼這邊 他是連最後這個框框 刮虎都是紅色的呢 於是同學就發生一件事 老師你忘記打這個點點啦 他其實把點點打上去 這個bug就解掉了 他只是漏打了一個字 但是同學他並不是真的讀懂這個東西 而是他在觀察顏色的過程 然後發現這不對勁 他找到問題點是這樣找到的 當然後面厲害一點 同學或這個問題其實常常會發生 我們都會知道 Invalid syntax的意思就是 你該刮虎肉刮虎 或該什麼的沒有對稱 他就知道了 以後再面對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也就會用進階的方法知道說 我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不用花時間去找什麼ZIP file的技術文件 我就只要去先檢查 我是不是該打的沒有打到 這個是我在教國一的孩子 他就知道這樣可以解決問題 他就自己開始debug做得很開心 然後他覺得可以跟同學分享 所以我上兩週前剛好到那個新北美國學校 教那個班程度落差很大 有孩子已經python寫到很強了 有孩子是什麼都不會的 那這這樣落差很大的班級 要怎麼辦 所以呢 我就讓那個程度很好的同學 他能學會這樣的方式 讓他去教那些不會的同學 結果發生一件事 因為你還不會打程式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亂打 打出奇怪的問題 這個時候就讓程度很好的同學 利用錯誤當中 他在教人過程中 他也在學習怎麼一起解決問題 跟他遇過這個坑 其實他自己可能也會遇到 只是他還沒遇過 學程式其實就是在一直debug 然後解bug 解bug 過程 他的實力就這樣往上 更重要的是他的整個興趣是被引發的 因為他知道我做得到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 也在思考程式教育 也是在做一些失陪的時候 我常常在想 程式教育要帶給這個世代什麼東西 對 那當然我自己的願景其實很希望說 以後這個世代的人才是能夠不懼怕AI 知道怎麼跟AI共生 知道我可以用它創造價值 所以我要把它 我要好好學它 讓它成為一個好的工具 在我無法解決的問題 能解決的問題 我都試圖讓它去幫助我 並且意識到 我其實可以用它創造更多的價值 就舉個例子來說 以前我創業 一開始我其實不是想要做AI 我本來只是想做一個非常簡單的系統 我把題目做分類難度編號 編號12345 然後做它的這個加權總分 然後根據加權總分的這個程度 我還分配它適合難度的題目 可是遇到很大的問題 我那個其實用eSale 我就能夠做了 遇到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可能難度4在A單元的 我已經會了 但是我B單元不會 但是他一直覺得我難度4做不出來 他為了給我B單元的題目 所以這是我在過去 舊工具的時候遇到的問題 所以當我學會了新工具的時候 我知道人工智慧能夠自動幫我判讀 居然說他能夠抓到這個題目 中間的一些關鍵字 像化學的實驗 他給我抓到這個 CAOH2 碳酸鈣等等的 他要知道 你可能碳酸鈣的概念不熟 那你用這樣類似的概念 做文式的判讀去餵給你 讓你做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做AI教育 我們服務產業 也服務這個學校的一些願景 那當然 下面在座很多老師 其實也有相關的經驗 那 會後也歡迎大家 他能夠來跟我交流 那我們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